好的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焦点阵 微博大战G2的第一局上半场 地图是选择了永眠阵 皮皮这边在搬掉了先知 然后大家都以为他会拿出红夫人的情况下 这边根据阵容进行的调整 或者说本来就想好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拿个守木 我这边拿个女巫也没什么问题 他可能一开始就准备打女巫了 也有可能 当然这个只能是问他自己了 我觉得这道阵容拿女巫打还不错 我看他带闪现还是带狗 这个阵容带闪现 我觉得对带闪现 就是往后面打会更好打一点 放狗的话更偏向于打前妻 前妻找到了一个祭司抓不抓 好像没什么兴趣 没什么兴趣 回头来补了个祭生 有兴趣 但有兴趣归有兴趣 这张地图的祭司没那么好抓 而且这张地图是比赛服的版本 所以他在二楼这个点 相对来说要比现在正式服要强得多 这里补了信徒以后 他带的是闪现 那准备就是控中场 洞打掉 然后控中场 相当于就是在军工厂 人黄机这边补个信徒 然后中场一战 你外职位再去找人 那样一个要思路 祭司这边是带走 机械师在墓地 目前来看他是找不到人抓的 因为他抓的两个人全部在墓地 而且娃娃这边蹲着 也没出来修 找人找了一圈没有任何的机会 回来再找 板子一下遇到了祭司 那这边可能还是要拿祭司开的 闪现一刀打 好的 nice 这一刀闪现打中以后 因为他的寄生CD 闪现差不多应该也快好了 我们看看他这边是两信徒包夹 追这个祭司 祭司拉的距离很远 自动跟随跟着的 没有动 现在没有动 如果有闪现这个祭司 应该是直接要倒 前锋在旁边 你敢不敢交 过来直接一个震慑 这边是通过走位骗了一下 但这个翻的话 感觉 祭司系统已经跟过来了 再翻 稍微的就有点冒险了 等他板子踩了 像昨天那个三岁就是 等你踩板子 然后从你身边经过这样溜 看上去溜女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在这种板子比较多的区域 那现在场面上面皮皮是抓到了一波机会 秒掉了祭司 管住了前锋的遗产剑 还多补了一个祭司 现在的节奏是可以慢慢的选择偏控场 然后来进防守 这一刀打 哇塞 这边想要来撞 没成功 反手再追 祭司倒地 前锋这边被信徒跟着 我们注意一下前锋 他的信徒有没有闪现 他的信徒如果有闪现的话 这把皮皮有可能可以完成一个全面的压制 因为这边闪现把这个前锋给秒了 意味着穷者这边又要来摸前锋 又要来管 这个祭司是根本顾不过来的 好 这边是想要帮前锋来削信徒 成功削掉 那这波还行 来看一下蓝色的信徒跟过来 追堂哥 堂哥这边拉了一波大球 到交互点 抽刀博眼 没有 算了 还是超出范围了 不是很清楚 但我们知道的就是现在 祭司这个点来救的话 比较的难受 因为佣兵现在是被寄生的 他的位置是明确的 如果你这边被捞一刀 然后这边是找技师来帮佣兵削信徒 可以 这波信徒一削的话 相对来说佣兵救人就比较舒服了 求者这边削信徒做的还是很好的 但凡中间两波消信徒当中有一点点迟缓 要么就是前锋倒了 对吧 前锋躺在地上 要么就是佣兵这边挨一刀 然后再被那个女巫的信徒打一刀 完成一个双倒 祭司现在手上面只有一个洞 看这个洞 原神先追一刀 救下来 保不保 有想法 这边闪现18秒 祭司板子下掉 板子破 那穿洞走 跟过去 这边有一个信徒跟着 这边有一个信徒等着 直接击倒 哇 这里来回的进行了一个包夹 两次包夹 都是成功的抓到了这里的祭司 现在信徒在给前锋补上半血的前锋 要修这台91%的极限 不敢修了半血的前锋 而且球也不多 先挂飞祭司 球稳 再来中场慢慢的控 底牌还没有交 这把这个闪现女巫打的 真的是 从第一波抓到人以后 节奏就非常非常的好 虽然说中间两次都被穷者削信徒 那是穷者削的好 跟女巫的一个控场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这边继续来削信徒 各种要帮忙削 来 这边想要找偷袭刀吗 想要来偷袭一波 这边的机械石 戒是有反应 阿东的戒是有反应 但是这刀可能还是要吃 一刀抽刀 那边堂哥的信徒 是已经停了下来 没有操作 但是这边跟过去 继续找人 两信徒来包夹机械石 机械石这里的位置 是进了墓地 我觉得墓地这边 可以选择放一放了 有信徒跟着他 或者没信徒跟他也可以 这机械石起不了大文章 更多的是要进行一个中场 这边可以看到 这三台电机的一个控场 因为这三连 女巫守住 求生者是真的很难翻的 你别的屠夫 可能守不住这样的三连 但是像女巫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很有机会 能把这台内地压住 一旦这台内地压住 这把就可能是四杀 现在全面残血 求生者现在是非常非常急迫 需要一波互相的治疗 但是这里好像要过来 来了 来了没有 来了 能不能摸起来 感觉时间上面差一点 感觉时间差一点 这里悄悄摸摸的 有闪性 一刀打 打到好 那这里节奏已经是女巫抓住了 机械石娃娃操作一手 再想打一个娃 一刀没成功 信徒补上 信徒补上 一秒钟以后信徒补上 傭兵 这边还有一个信徒 跟着场面上面来说 要守住最后 就是刚才机械师的那台一产机 这把就可以四杀 守住机械师那台电机 就可以四杀 我们看一下 过来了 压住 很稳 机械师的娃娃 哎 机械师娃娃这个位置躲的 看见了没有 没有看见 好像 要把人往中间挂 难道是要接力挂 直接可以挂到这个位置 也行 机械师 这里 有香水 闪现一刀 直接倒地 两人倒 傭兵 要来救人 这边有信徒 你来救 你也倒 原神信徒跟过来 交一个护壁 弹过去 但你半血呀 一刀打 没打住 再追 好 傭兵倒地 前方二四分之一的球 能不能够扛得住这一波 闪现一刀 击倒傭兵 前方的球已经交了 几乎差不多了 可以把机械师挂上 傭兵 看情况 机械师这边 最好是给他补个信徒 这样的话就更稳了 因为现在底盘还没有交 哪怕你们要来抢电机 我也有办法来切时长来压制你们 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把应该是一个妥妥的四杀了 还是第一波抓祭司那个点 祭司的一个翻板 然后倒了以后是多补上了一个前锋的寄生 前锋那波撞的又没有能够造成一个无伤救人 所以说不断的让女巫滚血球滚大 而且皮皮这把也是牢牢地控住了中间的电机 让求生者真的是毫无办法 双信徒来包 一刀直接倒地 完成射杀 双信徒还没有包过来就已经射杀了 这把皮皮打的真的非常的精彩 很淡定 没有